大家好,我现在雷蒙古乌海 正在打车去吃昨天吃饭的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烧麦还是挺好吃的 今天在这边游玩的最后一天嘛 我得去尝一尝 今天我要吃花生米加烧麦 因为我看到油炸的花生米我就特别想吃 我今天直接买一份 吃不完打包带走 那不能多吃啊 花生米含有量特别高 今天乌海的天气真的是好到水晶天了 住在这个前面的这些人们特别好 因为离黄河边很近的 闲着没事就连到黄河边去散步六弯 到饭店了,坐等烧麦 因为它是现场包的 所以你要坐等着的吧 所以现包那种烧麦的话 口感味道是特别好 并不是说你 它已经包好了 你等着你来买 不是的 那样它口感就不好 现场包它才会达到最佳状态 饭店装修的比较中式 我比较喜欢 尤其这个灯 对吧 环境也不错 就是现场包的话 确实要等一等 没有这么快的 它蒸至少需要个十分钟左右啊 已经蒸好了 一碟花生米 花生米我以为是一大碟 没想到五块钱 这么一小碟 然后六个烧麦 我也要吃了 昨天已经吃过了 非常好吃啊 吃饱了 聊聊美食 实际上昨天已经聊过了 因为今天我觉得还是要在他家吃 昨天吃了下午肚子一点反应都没有 就很正常 但是我今天加了一份花生米 昨天吃的是萝卜汤嘛 但是那个花生米的话 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花生米的能量是巨大的 别看那一小碟 它的含油量是极高的 我今天下午再观察一下 如果下午继续正常 那晚上估计还得到他家吃 今晚吃一顿 明天就要离开了呀 明天就要去包头了 所以说你换饭店的话 我昨天下午就换了个饭店 吃完以后 那个肚子给我难受了 得有四五个小时 特别难受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因为那个人炒菜不用心啊 我在那炒了一个豆腐烧肉 盖焦饭 他里面还放了西红柿 还放了蒜苔 蒜苔基本上是生的 就是他等于是烫了一下 半生不熟的 像我的肠胃就不能吃这种 半生不熟的东西 所以说难受跟那个是有关系的 还有就是那个豆腐 以后不管到哪里 不要吃豆腐了 记得在老家就听过一句话 叫千滚豆腐万滚鱼 就是你烧豆腐得在锅里炖炖炖 烧开了得炖豆腐要炖炖豆腐嘛 他才好吃着的吧 他那个昨晚炒的豆腐 估计在锅里打一滚 几秒钟就出锅了 那怎么行呢 这个豆腐必须要炖的时间长点 你想人家饭店里烧菜 还给你炖这么长时间 你想太多了 人家就是糊弄一下 差不多做个样子 你爱吃就吃 所以说昨天晚上那份盖焦饭吃完以后 我肚子难受了四到五个小时 所以说在外面吃饭还是要特别当心的 所以说今天我还是回到昨天吃烧麦的那家店 因为它那个烧麦的话 我昨天说了真的还是材料非常的真实 第二它是蒸的 蒸了十分钟蒸气 把它蒸的什么细菌都给你杀死了 所以说它那个是非常干净的 它那个烧麦的那个皮的话也非常的好 和我在南方吃的那个烧麦的那个皮是不一样的 南方常见的那个烧麦的皮包括那个饺子皮吃着像蜡烛一样 它那个里面就是加了科技很活 所以说我为什么不敢随便吃面食 就是这个原因 但它那个不会 它这个应该就是小麦粉直接擀的那个面皮包的 它能看那个蒸好了 上面还有白色的那个那个小麦粉 对它那个就是现场擀的皮 就是那个面的死皮没有加任何东西 然后里面的羊肉连葱姜蒜都没有加 所以说就是纯羊肉 但是味道咸鲜口味正好合适 所以说这个厨师包括他的调味的这个人啊 他是真的非常的用心 饭店里的那个桌椅板凳价值年成啊 那个那个椅子我用手往外移的话 我一个手都要用很大的力量 我估计得有40斤左右 一张椅子 那那个桌子不用说了 那一张桌子少说有年百斤 一般人如果不高兴发火了想掀桌子 我估计他没点力气他都掀不动 那个椅子都有40斤 那个桌子那么厚啊 桌子有这么厚的石木板 还不是松木的 看着像是那个刺槐树的那个石木板 坚固的不得了 那张桌子少说年百斤 种的不得了啊 我吃的这家店 我昨天查的资料显示 在乌海市排第二名的 他一共有前三名嘛 然后我当时就选了一个第二名 离我住的地方是最近的这个 也就是还有一个第一名的 第一名的比大家可能还要好 但是我没吃到 那个因为距离太远了嘛 那么这个就是一共有前三名 他还有当然还有很多家啊 就是排四五六七八九的 那都有 当然每一家的口味 可能他都会不一样 所以说在乌海这一带的话 像他这个烧卖是比较的 比较的多的 如果他这个店能开到北上广深 或者华东地区 经济发达地区 他这里是22亿笼 是六一两是六个 如果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他少说卖35甚至要卖到45 知道吧 按照他这个纯羊肉的这个成本来计算的话 经济发达地区那一龙 价格要卖到在经济发达地区 至少要卖到三四十知道吧 不然的话你你到经济发达地区 人家还能给你给你这么好的羊肉啊 你想太多了 还有就是他这个烧卖不是常见的烧卖的那两个字 他是烧等的烧 小卖的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你现场包的嘛 对吧 言外之意就是烧等 烧等的意思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应该是看到过一个纪录片上讲到过 我有这个印象 人家介绍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是烧等的烧 意思就是说 让你稍微等一下 因为我们华东地区的烧卖 他那两个字和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也是今天早上才发现的 乍一听 我以为是华东地区的那边的烧卖 它里面配的是汤 还有茶水 茶水它是不甜的 不像我之前在其他地方喝的茶水 它是甜的 它这个就是正28点茶水 不甜 我还是特别怀念在东北的时候 遇到那种大茶粥 小米粥 对不对 或者南瓜粥 如果它这里面配 我刚才说的这三种粥的话 那就更加完美了 一碗粥 对不对 再加上一分六两的烧卖 那是特别好的 尤其是大茶粥 真的我是在东北吃过 这个离开东北以后 就再也吃不到大茶粥了 所以说东北的话 等后年吧 后年我再去 就能又吃到大茶粥了 行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下期见